現在看到這個何志平說什麼呢?很多媒體都說過這案子 我想說如果何志平爆大禍,誰最怕呢? 首先,現在說說少少何志平這件事的背景,即是重複 何志平說他用中華能源基金會秘書長的身份 賄賂非洲一些國家的官員想拿一些能源開發的訂單 甚至很多說基金會幕後的公司就是華信能源 華信能源的總部是在上海的 華信能源的長台人叫做葉簡明 葉簡明就是這個,他有軍方背景 中共裡面解放軍、公安、甚至維穩機器的武裝力量 貪污都很嚴重 有人說華信能源就是民營企業 老實說,在中共裡面掌管能源那麼重要的 你信不信是民營企業,就算是民營企業 就算是民營都一定會被人操控 華信能源其實就是中間人做的 中間人幫中國最大的三桶油去做一個 外面拿訂單 即是中間人,哪三個呢?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 為什麼會透過中環能源基金去做這個呢? 現在被美國拘捕了,何志平 就是說他賄賂非洲官員 這樣之後受審 審,現在美國就不給他保釋了 即保釋呢,又怕他著草 即是說已經美國是對何志平極之不信任 連保釋都不給,對不對? 保釋呢,如果保釋何志平走回到中共裡面 即是內利不好喔 對不對?因為美國和中共是沒有引渡協議的嘛 沒有引渡協議的嘛 那你如果他走了回去呢 上庭就爆不了大鑊 因為啦,有些人說 何志平為他的國家,他的國家捐軀嘛 我就想他有幾 看看是不是真的為他的國家捐軀 什麼都攬上身,什麼都不說 如果什麼都攬上身不說呢 他就自己受了 你想想美國 在裡面你看回一些劇集也好 什麼都報道也好 美國的監獄啊 是幾這麼惡劣的啦 真的好像人間地獄一樣 他知不知能得到呢? 甚至那些貪污的案件一半呢 都不...刑期都不少的 如果他...即是如果你... 大家網友聽著 如果你是何志平你會怎麼做呢? 那些什麼華信能源啊 那些相關中共的什麼中華能源基金會啊 都已經跟何志平切割 這裏我看回 這裏這件事就是中華能源基金會 他現在用香港 這件事幾鬼祟 這裏聲明是說著何志平這件事 即是其實跟何志平切割 那這裏他講過 香港中華能源基金會 他是用殘體字的 所以是幾鬼啊 幾鬼祟啊 即是這麼說回 那這件事你看回 這個葉簡明 軍方背景 那看回他的... 這件事在外面 即是美國 受調查啦 已經講過了 那這樣 如果... 何志平爆大禍呢 那究竟誰最怕呢 不用說的 就是中共裡面呢 那這個中華能源基金會呢 基金會 那些錢究竟是誰 泡下去給你 給... 他用幾百萬美元去賄賄 非洲 即是非洲國家那些... 那些官員啊 開發這個石油 即是想拿石油開採權 因為為什麼用... 其實這些... 中石油、中海、中石化都在外面投... 即是投資這些能源開發 因為... 因為這些所謂能源開發呢 即是開採、開礦都是 是極之污染的 環境極之污染 那這三桶油呢 即是這三桶油就被人告啦 就告他 即是被人罰啦 即是被人罰他 他說他怎樣污染環境呢 那何志平其實... 除了他現在說他賄賂非洲官員之後呢 他就... 跟... 這些非洲國... 即是跟這些相關的國家說呢 即是說對這三桶油罰款呢 即是不要罰得那麼重 對不對 那你罰款... 你想想... 非洲國家... 非洲這些... 不用說了 一定是貪污嚴重的 你罰罰款... 喂! 他捉住你的把柄 剛剛出師有名的嘛 你污染嚴重喔 還罰得更厲害 罰多厲害 不知道這些... 這些... 遲些... 怎樣... 即是何志平這件事開審呢 怎樣披露一爆出來呢 就爆大禍 一爆大禍啦 這個基金會呢... 老實說... 他所謂基金會呢... 不公自破就是... 中共... 怎樣... 在外面... 用這個基金會的名義... 賄賂一些人... 去... 達成那個... 那個... 即是目的啦 對不對 我經常都說 中共... 裡面很多... 運作啊 即是中共共產黨原來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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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啊... 還有... 那個... 舉止啊... 都... 極之... 即是... 極之... 如果何志平這件事一爆出來呢... 一定會... 誰... 這個中華能源基金... 是怎樣運作... 葉簡明... 去怎樣... 操控... 這個... 即是... 怎樣... 用這個中華能源基金... 去... 利用何志平去外面... 怎樣去拿這些訂單... 即是你看回現在... 香港就是這樣啦... 九七之後就是這樣啦... 這個... 呀... 繼... 貪爭之後啦... 何俊... 何... 那個什麼... 許氏仁啦... 許氏仁啦... 何志平... 何志平... 現在在外面也壞了啦... 你想想你... 現在這件事... 牽涉了... 即是你說醜名... 即是臭名遠播... 即是中共... 臭名遠播... 香港也是的啦... 臭名遠播... 現在你不要說什麼... 你現在何志平... 他又是前... 所謂... 老猛都做這個民政事務局長啦... 即是所謂香港的前... 高官啦... 你以後... 老實說... 現在你不要說什麼梁振英都是啦... 現在做什麼一帶一路都是啦... 你不要說以後那些所謂香港的... 有香港人身份的... 即是做過公職人員... 而幫這些所謂有中資背景的公司在外面... 做事... 或者落雕... 即是... 即是... 拿一些訂單啦... 拿成啦... 老實說一定被人監視... 是一定... 因為你現在你... 中共... 和港共... 是臭啦... 一定臭啦... 一定... 現在你... 看回何志平這件事就是啦... 看下你... 老實說... 你坦白重寬啦... 你爆多些東西出來的... 刑期都... 刑期都輕些啦... 對不對... 你現在你看回... 他那些... 你幫中共做事就是這樣啦... 不但不... 不撐你... 還要跟你切割... 還要跟你... 即是斷絕關係這樣... 這些就是... 老實說... 你說... 你說那些人所謂什麼... 所謂為他的國家捐區... 這些就是... 用兩個字來講... 就是暗咎啦... 對不對... 個人意見... 獨立思考... 講完...